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日本的名人本音坊的双料头衔得主 那时候还没有齐胜 所以名人本音坊也是当时最大的头衔 这盘棋是一个让三颗的棋局 局面到这边 黑棋刚好弃子结束 准备要攻击这一块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盘棋的精彩之处 现在轮到黑的走 这里要怎么攻击 第一杆是从这边打起来 打起来 白棋尖一个 如果黑的从这边推出来的话 那白的跳 这样显得力道有点不足 因为你断开白棋的同时 自己黑棋也会有点危险 而且这几个棋子的其实蛮轻的 如果只是去捕捉这几个棋子的话 有点大炮打小鸟的感觉 很像收获不够满意 不够充足 实战林董走出了非常 棋感非常卓越的一首棋 往这边尖冲 这部棋有点点到白棋的要害 白棋这两块棋顿时之间就连不起来了 而且也被黑的封锁住了 如果白的走这个的话 黑棋就往这边尝一下 白棋这边是连不起来的 这部棋体现林董非常好的棋感 非常精彩的一首 然后白的实战没有办法 只能往脚上求活 黑棋就先手把这边断开了 断开之后黑棋中间的潜力 非常的巨大 这四颗棋子也是瓮中之鳖 这个已经很难逃走了 好 这里第一个角 第一个角也算是一部大棋 抵消了白棋这里的威力 甚至递完脚之后 以后可以拦到前面来 这个开花也不是那么强壮 还有可能被欺负 好 地完脚之后 这个飞就变得比较大了 所以李泰宏老师这边跳出来 阻止黑棋某样的扩张 好 接下来林董稳稳的守一步棋 这步棋也是蛮大的 因为这边已经快要变成实地了 再走一步就是实地了 你若不走的话被点三三 你挡一个 不管是扳这边或是拐这边 都有点心疼 只是这个局面 或许也可以考虑就是说 往中间扩张 扩张中原的势力 比如说这边飞一个 下一步可以搭住 搭吃这几个棋子 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实战林董的选择 先稳守一步 看林董这么坚实的守一步 林老师跑来挑衅 跑来门口求战 点一下 这一步棋就走得 有一点点怎么讲 稍微有点过分 但是面对当时的低人 一般的高中生可能都会黏住 就稳守一个 但黏住的话 确实就被便宜了 白了之后再跳 这两步很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黑得很不舒服 如果把这两步拿掉的话 黑旗现在可以飞过来 还是可以阻止 白旗这边的一个连接 你被虚到这一下 即使黑了之后再裂开来 吃的也小多了 所以实战的高中生展现出很强大的胆识 有胆有势 这里就果敢的反击了 一场大战就在所难免 白先跳一下做一个准备 准备要断这个 黑了打吃 你不走我当然要做一点事情 不做一点事情的话 这个棋子不就没面子了吗 所以实战白旗林老师就冲断了 这一颗也不能被吃掉 这颗如果被吃掉的话 白旗这整体都变厚了 你的地陷进去一层 而且白的变厚 变厚之后 这个强弱的价值太大了 所以黑旗这里也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硬着抵抗 白的打吃 黑的提掉 白的打吃 黑的连接 白的打吃 这个时候黑的可能也可以考虑就是退这个 给白的开这颗 黑的这时候再跳下去 这样白的开这颗眼位 依然是非常的缺乏 我们观察一下黑旗的周围很强壮 白旗这块旗 还要疲于奔命 除了这里之外 打入的严重性也慢慢体现出来了 这样白的 有点忙碌 有点苦 实战林董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也可以 就尝出来 经营中间 脚上稍微损失一点 到这边 黑旗的应对都非常好 牢牢的把三个旗子的优势 握在手里面 白的叫吃 黑的提掉 现在白旗的分寸可能也只能提这个 因为让子齐 让子齐为了求胜 总是要下得过头一点 而且快要到一百首的 上手都觉得还没有什么进展 还没有什么收获 三个旗子的优势也都没有缩小 所以实战白旗想要再便宜一下 如果打得到这一下 再回头提掉的话 局部至少都便宜了三四目旗 而且可能跟以后脚上的味道也还有点差别 OK 哎呦 这林董呢 哇 年轻人啊 当时还是很有朝气的 OK 白的要便宜这一步呢 黑的也不束手 也不退让 黏起来就跟他打结了 哇 走得实在是很凶猛 这步棋走得也很好 很有气势 这告诉对手就说 哎呦 不要看我好欺负哦 你如果太过分的话 我是会反击的 好 那白的提掉 这个靠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材 应该在年之前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那白的如果这个时候消解的话呢 黑起搬过去呢 那黑的还是把这三颗就回来了 而且还顺势把这两颗给切开来 比刚才年回来的那一图要好的更多了 白的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靠一个搬啊 这里白的气质很紧的 这又叫吃叫吃都是紧身裤 白的几乎是没有办法就是作怪 所以这一图呢 林老师当然是不满意了 所以白的硬结 黑的提结 但现在全局黑的都硬邦邦的 很符合林董坚实的气风 这个结材也不是很好找 外面也找不到结 所以白的局部啊 只能本身结 好那正当这个时候 我以为要收兵了 他说粘起来 应该是也可以满意了啦 脚地保住 中原 这里呢 我黑棋这个越来越厚 越来越有料 那各自收兵我就黑的也可以了 白的看起来也只有互助上边的一个实地 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 林董还要再连班下去 哇走的真的很凶哦 这盘棋呢 刘老师在准备的时候呢 光是这个局部我就感觉到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啊 这两个人气势很强啊 针锋相对啊 互不退让啊 好打吃 连起来 不知道有两位 这个前辈有没有想过 几十年后居然变成倾家了 但是在这个局部呢 哇吓得很凶狠啊 那个林董很像 也很想证明自己的力量呢 是可以跟那个世界高手抗衡的 好那当白的提掉的时候 黑棋这里实在你弄断这个 这部棋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啊 现在有几个方案都是很不错的 现在外面找结 那这个是一个绝好的劫财 这个劫财超级大 超级大 这个碾下去的话呢 这白棋啊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里面要死了 外面要烂掉了 而且自己十五幕先被破掉 那白的如果跟着硬的话 那黑的提回来呢 白棋也缺乏 很好的劫财 白棋下一步劫财很难找 OK 那不硬的话呢 如果白的消解的话 就冲下去啊 那白的如果走这个 黑的这一飞 那里面已经先死了 飞里面或走外面 很像很难说 都很大 满桌的佳肴 不知道先吃哪一边 这样得失一比较之下 黑棋很明显的 这个转换 左边的收获更多 那如果林董想要 稳稳的手的话呢 那也有可能 不要断用拐的好了 用拐的 那白的提的时候 黑的在场外面 那这样外面 会比较厚一点 实战黑的是选择断一个 再补一手 那很明显嘛 就如果要外面走两手的话呢 这样子应该是 还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 原来林董的这一个 这个断呢 是有它的意义的 它实战选择断一个呢 有它深远的一个计算 然后我们看下去 好那白的如果提 黑棋就补一步棋 所以林老师在 消劫之前呢 还要再 再弄一下 不要让黑的补得这么舒服 因为如果补得很舒服 这里非常的厚 白棋这个暴动 也变得很困难 那这个暴动不了 都变黑棋的地 那白的也是 没法争胜负 OK哦 所以这盘棋 我觉得 这林老师也是天生的胜负师 就是不想输 这白的走得很拼命 没有在让的 好白的贴一个 黑的提 那白的黏 那白的黏 这个时候黑的 也是可以考虑回头了 回头也可以 那当白的虎的时候呢 里面这边 以后如果白的要出棋的话 正常来讲是有棋的 但是黑棋现在有一个手筋 就是可以先苦肉计一下 那苦肉计之后再跳这个 那白的冲 黑的挡 那白的正常的下法是打了 铺了打 那我刚才苦肉计之后 这边是不是就不入籽了 对吧 OK 这里面已经吃到了 甚至黑的也可以选择 就是用点的 用点的 这白的也蛮不舒服的 白的如果黏 那一条牛扒两层皮 外面先舒服到 里面这个不入籽 脚上也没有起 这样黑的很愉快 那如果白的要补在里面的话呢 这样里面可能也不怎么大了 我就把外面呢 扎扎实实的守住 各位骑游 看到这个肚子有多大 这个肚子若围起来的话 里面也都是小事了 里面至少黑的也还有个打结嘛 挂一个打一个打 也还有个打结 而且周围都很强壮 那就只是木树的价值 没有什么后续强弱价值 好 那实战 这个林董呢 打结打得正嗨 所以不太想轻易的消解 他实战选择跳一个 好 那白旗这个时候就提掉了 就提回来 那黑的 黑的这个时候如果再找这个结的话 白的消解 这里的损失可能就比刚才要多一点了 OK 而且人的思考是有关性的嘛 如果要找这个结 刚才就找了 不会现在找 现在筹码变多了 应该就不会找 好 黑的自己呢 回房一手 好 那白的提 黑的打吃 好 那看到这边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形成转换嘛 那形成转换 黑的音还是不如这样吧 这样还是厚多了吧 OK 整个连在一起 那白旗相对的也很难 不搞瞎搞 相对的活动力也减低很多 那走成这样子呢 这白的这几个旗子呢 一定还会在暴动 而且这暴动 怎么讲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抓 但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林董很坚持紧这一气呢 是有他的目的的 就是紧了这一气之后 里面即便白的打赢结 里面也还有起 那白的团 黑的立 那白的这自己没红 必须要作演 黑棋可以尖这个 那白的如果挤这个的话呢 黑棋这里就度过了 OK 所以紧这一气是有它的作用的 跟脚上还有点关系 哇 这个计算也是蛮厉害的 有注意到这个细围的小地方 因为我觉得总是松气 外面比较好掌握嘛 白的比较难暴动嘛 那景气也有它的意思 OK 里面没有吃到 好 那现在黑的尖完之后呢 白棋 中间也不能 就是给黑的围嘛 中间给黑的围 那是白的就输定了嘛 所以 时政林老师呢 快马加鞭的 想要逃出来 或者是想办法死小一点 好 灵桶又靠过去了 白的斑 黑的长 那白的鸭 黑的断 至少这盘棋的胆势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有胆有势 那当白的长的时候 这个尖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失误了 OK 这个尖一个它的想法是 我除了要补这边之外 我也要想要 我想要补这边 一子两用 想要高效率的补 但是没有注意到呢 这个尖的时候 这里黑棋的气质很紧 比较好的补法还是往这边补吧 那白棋少了这边的利用 这块棋其实也蛮难活的 那这块棋如果蛮难活 它要往这边逃的话 这样两边一定死一边嘛 这标准的双击 一定出车祸 那实战间这个呢 哇 这林老师这里厉害了 施展了精妙的手筋 OK 抓住了黑棋这里气井的问题呢 白的打 黑的棋 那白的打 黑的连接 这个白的很早就接过了 好 那经过这一串收束之后 哇 这个锤一个超级舒服 而且这边得到很多先手利用之后呢 各位棋有没有看到 这白的冲完了 打吃 连接 那白的顶一个 点位已经做出来了 那黑的如果要继续杀的话呢 黑的连接 那白的作眼 黑棋如果要继续杀 要卡进来 那白棋就打吃 那这样杀 可能是有点勉强了 甚至白的还可以跳一个 贴 那白的扳 黑棋这个是冲不过来的 冲的话呢 白的叫吃 这里就被蒸掉了 所以黑的还要很痛苦的回头吃 那白的垂一下 再拐回来 这个黑棋的后事都快要裂开了 所以到这里可能已经杀不动了 那这完全就是这首棋 有点疏忽了 被白棋施展了 精彩的手段 精彩的手筋 所以林董这个时间点呢 下哪边呢 他去冲这个 想要先去 灭白棋的眼味 想要去做这个交换 但是 走这里啊 被白的吃了三颗 不只是这边的价值 各位棋有 刚才说到的 这三个吃掉之后呢 脚也没有味道了 是吧 所以林董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 但是接一个又眼睁睁的看白棋 简单的做活 那也很痛苦 可能还是要这样下 那就不要杀了 就尝一尝 给他做活 因为这三颗 还连带脚上 不只是这里的石木 还有脚上的一个权利 好那实战 黑的冲 那白的走 黑的打 这边有一颗 那白的提掉 白棋在上方的实地是 收获很丰富 那现在让子棋的优势就慢慢缩小当中 这里白棋围出了34五目 再加上原本的地 黑棋中间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好 接下来 这白的看起来非常危险 林导师也展现了 这个世界最强歧视的制孤能力 这边先掉一个 先掉一个 看你要不要吃 你如果小小的吃 我就丢回去 把精锐部队给救回来 那这些老弱妇孺损伤没有关系 那林董当然是不愿意 从这边飞出来 好那白的再跳 这个时候呢 怎么攻击黑棋压力已经很大了 因为实地已经不领先了 你不攻出一点东西出来的话 这个黑的快要被逆转了 那黑棋现在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是呢 往这边缠绕一下 这步棋 人类可能蛮难想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扎实的开花嘛 但现在点到这边来呢 这个白的比想象中的要难受很多 不理的话再不跳 这个花都快被摘了 那如果白的要这样做活的话 那我就先爽再说嘛 先舒服再说 这便宜很多 这白的很痛苦 那如果白的不想委屈做活的话呢 往中间跑啊 哎呦 那我中间多了一些子力之后 中间这里 白棋的大龙就变得更危险了 这个也是缠绕 双脊 让你防不胜防 把你的周围的棋子揪进来 OK 这也是一个攻击 很好的方法 这一步 如果走出来的话 我想林老师应该是 蛮痛苦 蛮难过的 到底是要往前还是往后呢 很难抉择 但这一步 要下出来也不容易啊 这个是 AI的推荐 那实战黑的飞 因为这里的攻击方向 也蛮难拿捏的啦 比较想往这边攻 那往这边攻被白的一压呢 又怕自己的地影 被破坏掉 如果没有机会杀死这一块的话 你这样乱攻一通呢 把自己的副空都攻不见了 是吧 好那黑的飞 白的飞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应该是最后的 拜着 黑的的想法一开始是想要 就是赐 白旗的眼味 那当白的压的时候呢 这个有点 青州以过万重山了 有点走远 黑的已经不是很好抓了 黑的现在肯还是应该要 从这边寻求一些调子啦 因为这边白的搬黑旗 黑的搬白旗就跳嘛 黑的跳白旗就跑嘛 好像抓不太到 是不是 所以想办法就是缠绕一下 而且 头时问路一下 看白旗这边应对呢 再决定我要攻击的方向 好那实战呢 斑白的跳 黑的长 那白的顶 这里黑的很简单的 就放白的回去了 但是因为一开始 这个实地啊 这个失血有点多 上面这局部呢 损失有点多 所以这样的收获 很像没办法弥补 那边的损失 好那到这边 黑的尖完之后 白的这边点一个 也是很机敏 点完之后 尖踢 很像就已经被 林老师给逆转了 好那最后很可惜的呢 林董呢 以 欺慕败北 但是以一个高中生来讲 哇这边的战斗呢 吓得真的是 有胆有势 有勇啊 让白旗呢 伤透脑筋 比较可惜的是 这里可能可以走得更 更严厉一点 比如说我如果找这个节 或者是呢 收手 这边黑旗的进退呢 稍微出现了一点 怎么讲 这犹豫不决 那当然这白旗的抵抗 也是很精彩 抵抗也是很激烈 那最后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呢 中间攻得不太好 如果 如果用缠绕的战术的话 那白旗会显得 更麻烦 更更局促 好但是 以这让三科 的这个表现来讲啊 这盘棋 我觉得林董发挥的 非常非常好 而且 重点是 都没有惧怕 都没有畏惧的那种心态 正面求战 也给白旗呢 很大的一个麻烦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 林董市长呢 生涯民局的解说呢 就到这边告一段了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拜拜